COVID-19疫情在全球 确诊病例数依旧居高不下 其中3%属于重症患者 他们在做紧急插管 或者是采取鼻子咽喉的样本的时候 病人突然间咳嗽 或者是把肥沫把它喷出来 就会感染到我们的医护人员 第一线医护正分夺秒 抢救生命 但有非常多潜在风险 简易防护箱的发明 提升全球防疫强度 在医疗匮乏或者是 过度负载的一些地方 能够让第一线的人赶快去用 这才是这个仪器设备最大的价值 压克力做的一个防护罩 在处理的时候把它罩着 你的双手可以伸在里面 可是在病人端这里 所有的呼吸它的飞沫 都会直接喷溅 就是在这个装备里面 由花莲门诺医院 赖贤永医师发明的防护箱 因为简单便利 而被国际间广泛使用 在马来西亚槟城 就有一家工厂 承担起支援防护箱生产的工作 目前我们已经有生产大约 大概200多个 也送出了125个 因为我们这个防护箱 我们有送到我们本地 冰城我们也送到莫黎寺 吉达 然后霹雳州 到东海岸 也到楼佛州 只要能够保护到这一些医护人员 我们都会全力的致言 送出去的防护箱 对医护人员而言 犹如旱季里的甘露 在接触病人 在插缓的过程中 其实有一定的帮助 来防止气容教 传染给主要插管的医生 和协助那些助手 征程的爱与关怀 跨越空间距离 此机志工用最虔诚的守护 向生命英雄致敬 戴新闻马来下报导